我是龙傲天文里的万人嫌男配 攻略失败后 我一心求死 只想尽快回去原来的世界 可在发现我当真失去了求生意之后 从前那些父我之人 又纷纷回头来求我 他们求我不要死 不要就此离去 可我 早就不要他们了 我攻略龙傲天小说里的痴情女儿失败 我想改变她因为得不到男主的爱而自杀的结局 可她依旧为了男主的一个电话 从我们的订婚宴上走开了 人群散去后 我一个人来到了文士顶层的露台上 脑袋中不断向系统确认着 只要这具身体毁灭掉 我是否能就此回家 在得到系统肯定的回答之后 我开始挪动着脚步 朝为蓝处走去 刚走了两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审笑 我回头 看见的又是一个老熟人 柳如烟 我没有血缘的妹妹 她在七岁时被我从垃圾堆里捡回了家 与我相依为命到十四岁 然后被豪门父母认了回去 在相见的时候 她已经是男主荣燕身后狂热的追求者之一了 从前我为了赚钱供她上学 一个人打三份工的勤奋 也只够在出相见时令她激动一下 后来发现我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是个极度荣燕的恶毒吊丝之后 她对我便只剩下嘲讽和防备 如今在我与女二文育的订婚宴上 男主荣燕被人绑架失踪的消息 轻易带走了宴会上的所有人 其中就包括了我的未婚妻 在离开之前 她甚至还攥着我的手腕眼神英智地警告我 最好不是你做的 她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这是穿到这本书中之后 她第一百次在荣燕和我之间选择了荣燕 所以系统判定我失败了 痴情女二之所以是痴情女二 自有她的道理 所谓的救赎 不过是攻略者和系统的自以为是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面上扬起一抹讥笑 看向面前柳如烟的眼神 也再不似从前友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但你最好少管我的事 我说 再慢点 就赶不上在你的男神面前献殷勤了 毕竟所谓的绑架 这场婚礼 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 荣燕自己就会现身了 或许是从来未曾被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过 柳如烟面上一正 刚想说些什么 我却已转过身去不再看她 如今攻略失败 我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了留下的意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系统见证了我在完成任务时确实尽心尽力 给我申请了免罚 只要在她给出的时间内脱离这个世界 我就可以免去被抹消的命运 只是我原来世界的那副身体 也已经因为重病活不了多久了 想到穿书前 我忍不住咬咬牙 加快了冲向蓝杆处的步伐 许峰 你在做什么 随着我距离围栏处越来越近 身后柳如烟的声音 由一开始的不屑染上些许急促 她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寻死密活这招对文姐没用 你不是早知道的吗 况且你做了那么多的错事 就算你今天直接死在这 也半点比不上龙哥哥 你 柳如烟的声音戛然而止 只因在她的视角里 我没有半点犹豫 静止翻过了围栏 对着灯火璀璨的城市一遇而下 眼前的世界在无限的放大 呼啸的夜风将我的耳库刮得生疼 却熄灭不了我那颗雀悦的心 我就要回家了 回到父母和朋友们的身边 将这些年受下的所有委屈遗憾 竟数遗留在身后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我忍不住闭上眼睛 下一秒 下坠的感觉被生生打断 胳膊被人拽住 连带着肌肉被牵扯的疼痛感 将我拉回这个时间 我睁开眼睛 看向半截身子被卡在围栏上 双手死死拽住我的柳如烟 放手 我平静朝着他开口 柳如烟紧咬着牙 一双眼睛因为太过吃力 变得有些发红 他说 许峰 这次算你赢了 你装得很像 但是这样做也改变不了什么 闻解他 放手 不想再听见文玉的名字 我忍不住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先前柳如烟为了抓住我 根本来不及多想 直接扑了过来 万幸的是 他身子卡在了围栏的间隙中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几乎半边身子寻空 白皙的手臂还因为吃力 不断地颤抖着 此刻我一挣扎 他便彻底承受不住 忍不住大声吼道 别晃了 真的要掉下去了 眼见着我丝毫没将他的话听进去 情急之下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软了口吻 他说 我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你这样我也会摔下去的 你真的忍心我跟你一起摔死吗 风哥哥 轻易略带这些撒娇的口吻 一如从前 他还住在我家里 和我相依为命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 姜柳如烟 是做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对他格外纵容 他也因此养成了 爱向我撒娇的习惯 现在 我抬起头 对上少女那双翼 一如星辰般的眼睛 他也在看我 故作冷静的眼神下 还藏着某种 期待 他在期待着我的回应 想到这里 我快被自己的自作多情 笑出声 我也确实笑了 直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开口 我说 你死不死 谁在乎 少女的面上的血色 在一瞬间退进 像是无法消化我的回应 柳如烟整个人 直愣愣地看向我 抓着我的手的力道 开始松懈 一时间 我的心头再度升起期待 眼见着他手指 几乎全部要松开 忽然 一声惊呼从旁边传来 随即喊救人的声音 四处响起 柳如烟也回过神来 重新一把抓紧了我 像是心有余悸般 他看向自己 刚才插些松开的手 眼神有些复杂 等我们俩双双被救上去后 他一该往日 看见我就针锋相对的状态 难得的有些沉默 在我试图趁人不备 再度翻身 从护栏处跳下去后 柳如烟拨开了人群 众目睽睽之下 不由分说攥紧了我的手腕 容哥哥的事还没有着落 你身为最大的嫌疑人 我有义务看好你 他说着 眼眶不受控制的发红 在发觉我在看他后 他便负气地别过头去 某一瞬间 我在他脸上看见了些许 难过 难过什么呢 我不由得自嘲笑笑 当初柳如烟身为柳氏独生女 被父母生意上的仇家拐带丢弃 雨还在平民窟流浪 被其他儿童欺负 被恶狗驱逐 到最后 据无可去 躲进了巷口的垃圾堆里 剩下七月 四下都是飞银和臭虫 他宁愿忍受着垃圾堆刺鼻的气味 也不敢再踏出那条婚巷的范围一步 整个人就小小的一团缩在那里 和那些老鼠 蟑螂一起等待着腐烂 那时候的他唯一做出的努力 就是出生叫住了放学从巷口经过的我 后来 我将他从垃圾堆里迁了出来 将他清洗干净 又将母亲从前的衣物改小了换给他 彼时的我也只有十二岁 把身为固儿社区给的补助金 一份拆给两个人用 我是胎川 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起自己攻略者的身份 我没有任何的金手指 为了让柳如烟能够有疏毒 有肉吃 我每天放了学 就街头巷尾的走着去捡废瓶子 一到周末就去小餐馆中帮人洗盘子 未满十八岁的童工是见不得光的 我的工钱比别人低上很多 洗上四个盘子我才能拿到两分钱 而要洗上多少个盘子 才能够洗出我和柳如烟的前途未来 我不知道 只能麻木地一遍又一遍地拿起盘子 再冲水刷洗 裤下里餐馆闷热的后厨间 支压转动的小风扇和永远退不去的厚重油渍 成为了我童年洗不去的回忆 我也曾问过柳如烟 那个巷口路过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 彼时还只是个小姑娘的她 闻眼仰头朝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她说 她是在观察了很久之后特意选中的我 路过的人那么多 可她只相信我是真正善良的人 就是这样的柳如烟 在十四岁被接走后再也没了音许 从前口口声声说着 相信我是真正善良的人的她 在面对男主一次次不可避免 与我产生的矛盾时 仅是犹豫了几次 便依然占据了他们的阵营 对着我高声谴责起来 诉说着她对我的失望与鄙 回去的一整段时间里 我都没有再找到自杀的机会 她叫来了好几个保镖 一路上盯着我 而她本人在亲眼见证了我两次 毫不犹豫的翻身跳楼后 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博眼球 我是真的想自杀 她的对我态度一下子好了许多 甚至在路上 她还颇为耐心地开导起我来 她说 你从前虽然做尽了错事 可容哥哥并不是小气的人 只要你可好好跟他道歉 大家还是能够回到以前的 我对她说的话没兴趣 一路上都在闭目养神 只在她提起文玉的时候 来了几分精神 柳如烟见状 唇角的效忠又多了几分自嘲 可我如今并不太想去理会 她的心情变化 一心只想着文玉 那么爱男主的文玉 想来只要用男主激怒她 她为了男主杀了我 或许也不无可能 文玉毕竟是我的攻略目标 身为本书的并交深情女儿 她有一个良好的出身 雄厚的家世和并不幸福的童年 容艳是她青春时代里 唯一出现过的亮色和旧书 哪怕到后来 她成长为了随意便可动摇一方的霸道女总裁 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依旧不曾改变过对容颜的痴心 后来更是在为女主铺完路 等男女主大圆满结局落幕后 选择了一个人孤独的跳海结束此生 当初我是在高二男主容颜转学过来后 觉醒了攻略者身份 那时候的文玉已经对在下雨天宁愿自己淋雨 也要给她递散的容颜一见钟情了 可她对容颜的爱是隐晦又深情的 甚至她可以为了让容颜开心 接纳另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 那个女人就是我 那时候的容颜误以为我与女主谢书宇有暧昧 整日戒酒交仇 无论文玉如何安慰她都无济于事 到最后文玉选择了追求我 将我这个总是与容颜做对的她的情敌 放在自己眼前看管 可笑的是那时候的我 还以为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终于打动了文玉 还和系统打句说 果然只要用真心 冰山女神也能被打动 冰山确实是可以被打动的 可惜并非为我而动 文玉回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了 百无聊赖下 开始玩起了游戏 就是此时外面传来了佣人 欢迎文玉回家的声音 下一秒 我手上的游戏机被一掌拍落 文玉精致的眉眼 骤然放大在我眼前 在我反应过来前 她将我一把推倒在地 窒息感从喉间传来 她双手用了实诚的力气 掐住了我的脖子 鲜红的支架嵌入了我的肉里 我一抬眼 就对上了她那双泛着红的眼睛 她问我 你究竟把容颜藏去了哪里 原来是没找到人了 我忍不住勾起唇脚想 果然是男主 戏班子搭好了 也不轻易现身 一定掉族人胃口才行 或许是被我的笑意刺激到了 文玉下手越发的狠 仿佛要真的把我掐死在这里 此足够谢她心头之恨 对此我倒是看得很开 直接掐死我 到时候不仅我能够被送回去 文玉这个渣女也得接受法律制裁 后半生直接蹲进去吃牢饭 然后下一秒 一声惊呼声从旁边响起 柳如烟冲了过来 猛地将文玉从我身上推开 她满面的怒气 将我服好护在了身后 文玉 你刚才差点杀了她 文玉本来正有些错愕地 看向自己的手 文言抬起头 目光在扫过 沉默地站在柳如烟身后的我时 重新变得冷漠 她说 柳如烟 许峰是我的未婚夫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都不关你的事 说吧 她越过柳如烟 静止朝我落下了命令 过来 我没再像从前般对文玉呼之急来 身前的柳如烟再也忍不住 将我护得更紧 朝她吼道 你也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夫 你平时就是这么对她的 谁准你这么对她的 她安排人绑架了容焰 容焰到现在都生死未卜 文玉终于也被她激怒了 那双腹精致的眉眼变得有些扭曲 柳如烟 记着你刚回到柳家的时候 是谁主动陪着处处不适应的你 带你重回这个圈子中 让你免于被排挤的命运 容焰对你这么好 你别忘恩负义 柳如烟文言沉默下来 面对容焰的事情 有证据吗 什么 我说有证据吗 柳如烟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 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证据说明 是许峰做的 你们凭什么一个个都只针对她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抬头瞥她一眼 原来她是知道的 凡是要讲证据 可从前她无凭无据 为着容焰指责我时 怎么就那样大意里然呢 她对容焰做的错事还不够多吗 文玉的声音因为发怒有些嘶哑 这些年来 她无数次陷害容焰 抢走容焰的东西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 每次都是容焰大度原谅了她 这样还不够吗 柳如烟沉默了 而站在她身后的我 听见她们的争论 忍不住想要笑出声 容焰当然要原谅我 如果没了我 又有谁能来衬托她身为男主的伟大巫斯 就在我没了耐心 忍不住要打个哈欠 说些刺激文玉来杀我的话时 柳如烟出声了 她说 我相信她 什么 这次换我不可置信 我相信许峰 我相信她是无辜的 柳如烟大声重复了这一句 站在对面的文玉 看向我们的眼神 逐渐变得有些忧深 你可别相信我 我站在她身后 皮笑肉不笑开口 都咬定我是坏人这么多次了 也不差这一次 说着 我就要越过柳如烟 静止走出去 却被她紧紧拽住手腕 我回过头 她却不看我 而是指示着对面的文玉 开口问道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用死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柳如烟 别被她骗了 文玉冷声提醒道 可柳如烟没有理会她 只是自顾自接道 这一路上 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一个人如果委屈到 连死都不怕了 要用这种方式来自证清白 那么只可能是 她说吧 顿了片刻 咽下语调中那抹心酸 方才接着开口道 只可能是她再次之前 经历了无数次 被所有人误解 而百口莫变的场景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文玉 就在先前 你抛下她离开的时候 她当着我的面跳楼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 漂亮 我算是明白了 柳如烟这一下午 眼神给我身上 不住乱瞅 是在脑补什么了 只怕是我先前跳楼时 面上那因为能够回家 发自内心露出的笑容 也被她理解成 因为能够解脱 而释然的苦笑 我看见文玉垂在身侧的 白皙直接轻颤 看向我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痛意 忍不住想要出声 打断她们的脑补 可下一刻 就被柳如烟拽着 往文家大门处走去 她嘴里还不断说着话 她们不信你 这次我信你 许峰你跟我走 不了 这次换我一把甩开了她 在柳如烟惊诧的目光下 我朝她露出一个冷笑 我说 柳如烟你也别装好人了 我现在可一点都不信你 毕竟见她这阵仗 待在她身边 我是别想找到回家的机会了 还是现在处于 圣怒状态下的文玉 更好被刺激 只要操作得当 指不定就能达成 我回家她蹲监狱的圆满大结局 被我一再拒绝 我以为柳如烟会愤怒 会像从前一样 对我按捺不住阴阳怪气 可是都没有 少女只是静静看向我 眼中逐渐浮现出水雾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最后 她丢下这样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 我回头 看向沉默的文玉 你和她关系不错 她的神色依旧冷漠 只是眼底的酸液 似乎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还行 毕竟是我养大的 这是我第一次 坦露和柳如烟的关系 一直以来 她走失在平民区的 那段不光彩过去 被柳家掩盖得很好 没人知道 她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段时光又是同谁度过 下一秒 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 我猛然被文玉 推倒在沙发上 她的手掌 再度流连在我的颈间 不同于先前的粗暴 这次她掐得很轻 甚至姿势颇有些暧昧 我睁着眼睛 无声同她对峙着 两久之后 她似是妥协了斑 轻叹一口气松开了手 拇指慢慢摸索过我颈尖 先前被她掐出的瘀青 缓缓将头依偎在我的胸口 她说 我们不闹啊 把容颜现在的地址 告诉我好不好 某一瞬间 我正在她的眼中 窥见某种深情 似乎在不久之前 她手持着婚戒 问我要不要娶她的时候 眼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深情 那时候的她说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只要你日后好好的 不再做错事 我们就会一直幸福下去 可鄙视的我 已经明白了 她追求我 不过是为了容颜的幸福 早已对她心思 可为了攻略任务 还是按下感觉到 屈辱的心 接过了那枚 她为了别的男人 向我递来的求婚戒指 戒指套在手上那刻 文玉如是重负地笑了 甚至在众人的起哄下 颇为深情地吻了我 虽然下一刻 她就被容颜出车祸的消息叫走了 而今 我再度看向她的脸 缓缓露出一个笑容来 文玉的眼神亮了 语调之中也生起某种袭击 她说 阿峰 你听话一点好不好 这次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追究 以后只要你不再去伤害容颜 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的 做梦 下一刻 她的话被我的声音打断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文玉 你当自己在开后宫啊 还要我和她和谐相处 有本事你就直接杀了我 别以为我不敢 她的声音冷了下来 哎呀 要不了我的命你就是孙子 我的狠话放了出去 只是没多久 整个人就因为历劫眼前一黑 彻底约了过去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系统提醒我 要加快行动脱离这个世界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将醒的时候 我的头脑昏沉 有温热的手掌不断从我面上俯过 偶尔 还伴随着一个吐息温热的亲吻 我想 这应该是我的幻觉 我攻略文玉青年 以男友的身份待在她身边五年 她主动吻我的次数少得可怜 甚至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可这个幻觉却越来越真实 甚至 我还能听见她带着无奈的声音 想在我的耳畔 她说 阿峰 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再也忍不下去 睁开眼的一瞬间 正对上了文玉眼中 来不及收回去的情绪 一时间我有些错愕 在我面前 文玉从来是冷静克制的 我很少看见她这样的眼神 悲悯 憎恶 压抑 不忍 许多种情愫交织在一起 让她这个人看起来变得如此陌生 只是这样的陌生 也只维持了不过两秒钟的时间 很快 她的神色重新变得坚定 告诉我 容颜在哪里 她语调低沉似在蛊惑 手里却漫不经心把玩着一支注射器 见我的目光投了过去 她颇为贴心的开口介绍 一种只在上层社会流通的东西 一毫升变质千万 因为她可以让人在三分钟内受尽痛苦死去 而法医检测出来的原因只会是心脏病发作 文言我笑了 文玉以为我终于想通 眸中的腥味刚刚升起 旋即又变为震惊 因为我握住了她拿注射器的手 在她的注射下 一把将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脖子里 文玉 告诉你个秘密 离留之际 我看向文玉那双惊恶无措的眼睛 我说 从前 我对你好是因为我爱你 我知道 我知道 她颤声拥抱着我 回头高声喊着让人去喊医生 于是我靠着她的肩头 将剩下的话说完 我说 我爱你 可你也从来没相信过我 所以算了吧文玉 我现在光是和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都觉得恶心 说完 我一把推开她 从她的怀中倒了下去 我从她的怀里掉了下来 倒地的过程时间像是被放慢 我能够清晰看到她面上的迷茫和悲伤 文玉也会为我感到悲伤吗 不管了 我想 我终于要回家了 小风 小风 恍惚间 我听见地下室门被撞开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是从小一直对我颇为照顾的林家姐姐 也是本书的女主谢淑宇 我听见她急步走来的脚步声 还有那急切到近乎破音的通告 荣燕找到了 事情是荣家的死对头干的 你说什么 文玉颤抖的声音传来 接下来的对话我已逐渐听不真切 意识变得很轻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飘上了半空 父母温柔慈爱的笑脸已经在眼前 我刚伸出手臂想要去拥抱他们 却被一股极大的犀利扯了回去 在睁眼 依旧在这副躯体之中 眼前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 你醒了 一道温柔的女声从旁边传来 我转过头 正撞上谢淑宇关切的目光 她穿着一身旗袍 鼻梁上架着银丝眼镜 身为本书的女主 她无需过多修饰 便自有一股子清冷贵气 可我现在无心关心其他 心中念着的只有一件事 我怎么还没死 语气中是掩藏不住的浓浓失望 谢淑宇替我削苹果的手一顿 两久之后 她叹上一口气 放下手中东西 上前替我噎了噎被子 低头温柔的看向我 这次的事情 我已经向他们解释清楚了 文宇不敢来见你 是因为羞愧 是他们对不起你 你不要想太多了 说着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万事还有姐姐呢 我缩在被子里看着她的动作 忍不住露出一个讥讽的笑 我说 那姐姐 你男朋友一直误导她人 暗示凶手是我 她是不是该出面 在公众前给我道个歉 谢淑宇的神色将助 这一次 她没能给我回复 一直以来 谢淑宇都是这个世界中 最维护我的人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小时候 我这个世界中的父母 还没有因为车祸意外去世 那时我们两家是邻居 谢淑宇的父母忙于科研 总是很少有空管她 爸妈热心 看不得小孩孤独 就老是把她带来家里玩 后来我家成为了她的第二个家 她几乎每天都会在我家吃饭 我爸妈给我买了礼物 也会给她准备一份 甚至我家的客房中 还专门给谢淑宇留了一张小床 那些她独自一人不敢入睡的夜晚 都是在我家度过的 作为回报 谢淑宇也时常主动给我补课 她继承了父母的超高智商 自小便是学霸 在她的辅导下 我的成绩在当时的年级 也称得上数一数二 那段时光是那样的美好 最后就因为我父母的离世提前落幕 那是一个最寻常的夏季 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 谢淑宇的父母 忽然给我父母打来了电话 说谢淑宇失踪了 老师说她放学之后就正常离校了 现在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我们现在忙于课研症走不开 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 爸妈接到谢淑宇爸爸的电话的时候 我正趴在窗台边 看着外面电闪雷鸣的天气 心底莫名犯上一阵隐忧 妈妈也劝爸爸不要去 在这样少有的极端天气里出门并不安全 可对危险的顾虑 最终也没有抵过对谢淑宇的担忧 那毕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也就是那个雨夜 父母的车因为雨天路滑意外冲进河道里 等到第二天天晴才被人发现 而消失了一整夜的谢淑宇 也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他穿着全新的衣服 手足无措地看着接到电话 含着泪从家里冲出去的我 事后 我问过谢淑宇那天晚上做什么去了 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告诉我 那天夜里 他送了一个走丢的小男孩回家 小男孩的家在本市有名的富人区 谢淑宇牵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终于找到了小男孩家的庸人 当他要赶回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雷雨交加的天气令他止步不前 这时候 被他帮助的小男孩大方热情地收留了他 邀请他在自己家住下 第二天 他被小男孩的司机送回了家 一切却已经面目全非 那时的我听完这个故事 曾经红着眼睛问他 既然决定不回家 为什么不往家里打电话 明明我父母的手机号他早已熟悲于心 明明他知道他们会担心 为什么一声不吭 谢淑宇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一直低头向我道歉 再之后 他父母带着他匆匆搬了家 而我也因为被亲戚霸占了房屋 流落到了平民区 又过了很久 到我觉醒身份绑定系统之后 我才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原来 那天那个被他送回家的小男孩 就是男主荣燕 男女主命运的相会 从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当我的父母在雨夜里 一边努力从雨刮期下 辨认前方道路 一边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正被荣燕牵着手 后者骄傲地向他展示着 自己那一间间豪华气派的玩具房 年幼的谢淑宇 感受着这些兴起玩意带来的冲击 一时间忘了许多事情 等到他再想起的时候 我的父母已经因为寻找他 被永远泡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我们一家本该在此之后便退场 远离谢淑宇的世界 徒留他一人面对从此难解的心结 最后在男主的温柔陪伴下 一点一点走出阴影 可我却觉醒了 且再度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 彼时我为了能够靠近女儿文育 而努力考上他们的高中 却不想和谢淑宇意外相遇 时隔多年 他依旧以我的姐姐自称 幼时满心满意的亏欠 让他在人前毫不掩饰对我的偏爱 心冷的少女恨不得时刻 将我待在身边补偿 可他忘了 我们终究没有血缘 不是真正的姐弟 他因为赎罪而过分 是了边界的亲密行为 在他人眼中自有另一番解读 荣燕就是在那时候恨上了我 经历了暧昧懵懂的青春时光 男女主本应该到了 彼此袒露心计的世界 却因为我的出现 使得他们渐行渐远 谢书宇给予我的过分关注 荣燕把握不住她的心 开始针对我 尽管我也解释了 甚至明说了 我不需要谢书宇这样姿态做做的赎罪 可事情依旧没有转变 所以当荣燕发现了我喜欢文玉后 像是故意同我较劲一般 她也调走了文玉 谢书宇有多关注我 她就要文玉有多关注她 文玉喜欢荣燕 荣燕喜欢谢书宇 谢书宇追着我要给我补偿 而我想要救赎文玉 我们形成了一个十足的怪圈 荣燕不耐烦了 她是我为眼中钉 又不想打破自己在谢书宇眼中的好印象 于是开始一次又一次的以身做局 不惜用尽一切手段来使得我被孤立 被排挤 被驱逐出他们的世界 她是男主 她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有整个荣家为她助力 而我只有自己和一个指挥叹气 说男主怎么这样的系统 最终 我臭名昭著 她也逐渐偏移了自己本身仗义宽人的人设 这一次 荣燕诬陷我故人绑架了她 谢书宇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让她主动改口承认事情是荣家对头做的 我不清楚眼前的人知道多少内幕 于是我换了个问法 如果我说我和荣燕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呢 阿峰 不要再说这样的傻话了 她喊我时面上带着苦笑 近乎哀求地看我 告诉姐姐 你想要什么 姐姐都会替你达成 文言我躺了回去 忍不住面带嘲讽开口 那你杀了我 谢书宇沉默了几秒 说 这个不行 除了这件事 其他都可以 我说 那你让荣燕来给我磕头赔罪 反正你要是不把我弄死 我就一定会把他弄死 阿峰 听着我一再针对自己的心上人 饶是一直以来都清冷自持的谢书宇 也有些生气了 他加重了语气 荣燕过去会做错那么多事 都是因为我 你不妨来恨我 下一秒 他惊觉失言 猛然抬头 面色瞬间惨白 可来不及 谢书宇 原来你真的早就知道啊 我冷笑着看他 玄智的心终究还是死了 阿峰 我 他神情慌乱 想说些什么 可话在猴头转了又转 可终究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他当然说不出口 说不出那些我被冤枉的场合里 他都知道真相 且在冷眼旁观 当初荣燕污蔑我 偷了他的名牌手表 我主动打开书包证明 他却拿出一段 作假的监控指证我 后续还有莫名其妙的人 攀咬我和他们交易转卖了手表 他们甚至伪造好了一份交易记录 还提前从信息库里 倒出了我的补助卡 往里面打上一笔钱 我白口莫辩 背负着小偷的名头 读完整个高中 诸如此类种种 原来你都是知道的 谢淑宇 我笑着笑着 眼泪逐渐流了满面 这一次 我的心中是真的失望 父母在天有灵 要是知道自己曾经 就是为了这种人牺牲生命 又会有何种感想呢 谢淑宇 我的灵家姐姐 素来挺直的几倍 就这样在我的一字一句中 逐渐推她下去 在我因为被扣上各种恶丑名号 被校园霸凌的时候 我曾在看向那一张张愤怒的脸时 发誓要自己揭露出真相 NBSP 可我一个人 哪里逗得过呼风唤雨的荣家 他们倾尽整个家族之力为荣严布局 每每待我开口解释 就会有更深的陷阱跳出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些 家住我身上的误解加深 但凡那时候 你肯替我站出来解释一句呢 他们不信我 总该信你的 你的男朋友是人 我就不是人吗 我活该遭受这些吗 我看着谢淑宇 一字一句开口 他的手不断颤抖着 想要靠近我 想要如同往常般摸摸我的头 却被我一把挥开 谢淑宇 你对得起谁啊 我笑着看他 眼泪却控制不住 流了满脸 别说了 求你别说了 他脱下背 浑身颤抖着剧烈咳嗽起来 像是在忍受着强烈的痛苦 我却没有听他的 继续开口 你既要在明面上补偿我 来抚平你的愧疚 又要在暗处维护荣燕 你两边都想要 却两边都顾不好 我倒了八辈子没 才认识你这样的人 忽然 谢淑宇猛然起身 用了一巴掌 打在了自己脸上 他的眼睛被自己扇飞出去 白皙的脸上浮现出五道指印 他颤抖着唇 无从辩驳 最终 素来过傲的女人 在我面前低下了头 他双膝跪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 声音音哑哑 他说 姐姐错了 阿峰 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无论是你还是荣燕 我都没过好 泪水一滴接着一滴 从他的眼中滴落 他仰头看向我 眸光破碎 近乎绝望 要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原谅我 求你了 阿峰 叔叔阿姨不在了 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 说着 他抽搐着的手伸向我 企图触摸我的衣角 这是他这些年来 因为心理原因造成的病症 只要触碰到那些回忆 他就控制不住的抽搐颤抖 可我只是往后慢慢后退 居高临下看着他 我说 谢书宇 我不是傻子 我不会再信你的口头补偿 说着 我转身出了病房 留下他一人闷声倒在原地 浑身静磷 他大口喘着气 苍白的脸上泛着一样的红 他快要窒息了 却还是仕途在我将要离开时 换住我 阿峰 他艰难地扯出一个惨淡的微笑 真的不能够 原谅姐姐骂 还不带我做出反应 门外一个声音猛地冲了过来 一下又一下地对着谢书宇推嚷起来 是偷听了整个过程的柳如烟 他坐在谢书宇的身上 狮红的眼眶里是不受控制落下的泪 整个人气的声音都在颤抖 你怎么还好意思让峰哥原谅你 你们一定要逼死他才开心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我把峰哥让给你们 你们就是这么对他 对不起 谢书宇虚弱地吐出这三个字 便昏了过去 柳如烟从他身上翻身下来 又忍不住抓狂地扯向自己的头发 你们这群人渣 我明明那么信你们 可我也对他不好 我也是个坏东西 少女说着 单手遮住了眼睛 哭声音哑 哥哥 我错了 我不该不信你 这么多年 你得多委屈啊 我后悔了 我不是故意那么对你的 他哭闹的动静实在太大 最终引来医护人员 谢书宇被抬去急救了 柳如烟却执拗地留在房中 他看着我 一步都不肯摸 峰哥哥 你跟我走好不好 文宇他这么对你 再和他待下去 你会死的 就当我求求你 他尚且青涩的面容中 透着哀求 可我没有理会他 文家保镖来接我时 我头也不回地跟着走了 为什么 你不是向来最疼我的吗 他颤抖着声音 在我身后大声发问 为什么重逢后 你就只能看见文宇了 明明我们才是最亲近的人 不是吗 最亲近的人 我回味着这几个字 忍不住面上露出讥讽的笑来 当初说我卑鄙又恶毒的时候 你可没想过 我们曾是最亲近的人 柳如烟 你比起文宇也没好到哪里去 你们一样恶心 少女无作的身影 被我留在了身后 这一次 我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病房里的事情 文宇知道了多少 可从那天起 他就不再出现在我眼前 或许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或许他始终无法接受 白月光早已变了之的真相 文宇逃避着见我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作死 再经历跳楼 咬蛇 割腕和将自己溺死在浴缸里的 一系列行动都失败了 文家看着我的人实在太多了 保姆无妈哭着给文宇打了电话 小姐 求您回来看看先生吧 先生他快要睡了 文宇终究还是没有露面 只是这栋屋子里 所有可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 都被收了起来 就连窗户也被封死了 我没事时就拿脑袋撞墙 然后细数着文宇的祖宗18代开码 文宇并不生气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 别墅里的佣人告诉我 他这些天并没有去找荣燕 他还开始给我送礼物 豪车钥匙 手表 领带 不同的礼物每天出现在我的床头 我坚持扔他就坚持送 有时候我醒得早 还能看见他的从我房间仓促离去的背影 我和文宇就这样耗着 系统提醒我 要抓紧时间了 我告诉他没关系 自有人会坐不住的 最先坐不住的是柳如烟 他来文家找过我好多次 想要将我带走 为此不惜惊动了柳家的长辈 他用寻死威胁他们 要他们出面从文宇手上就出我 文室如今是文宇座主 他觉起来谁的面子也不满 两家各不相让 因此也闹得很难看 一度撕破了脸 最后 柳如烟当着文宇的面放了狠话 他说 要不是当初我被接走了 风哥身边的位置根本轮不上你 你不过是个捡到便宜 还不肯珍惜的小偷罢了 这话终究还是激怒了文宇 那天晚上 我正是半梦半醒间 忽然感觉温软的身躯贴了过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浓浓的酒气 一睁开眼 便看见文宇不满委屈神色的脸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 像是被抛弃的小狗般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掌 贴在他涂红的面颊上 老公 他说你的爱是我偷来的 他的声音透着一阵可怜的意味 他还说我不珍惜你 我没有不珍惜 我只是暂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文宇 我不是你老公 订婚典礼刚开始你就离开了 所以我连你未婚夫都不是 我冷冷出声打断他 文宇被我的话刺到 这人再度变得清明 可随后 他依旧选择了装罪 壮若无事地继续挨着我 不会的 我的阿峰最喜欢我 他会是我唯一的丈夫 可我文言 也只是冷漠看着他 我说 文宇 一大把年纪了 再演这些就没意思了 你要像以前一样坚持 直铁熔岩一个 我还能看得起你一点 终于 文宇被我的话激怒 他一拳砸在了我旁边的枕头的半只手 灯石陷进柔软的额蓉里 良久 我抬头 正对上他心红的眼 那我要怎么办 我出生下来 父母就只把我当做工具 当初要不是容颜支撑着我 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他痛苦地嘶喊着 声音中是浓重的绝望 过了一会 他又像找到了方向般 放柔了语调 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以前做过的措施太多了 没事了 阿峰 我已经不怪你了 他疯了 我冷眼看着他痛苦挣扎 我说 是啊 他那么无辜 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嫁给他 是不愿意吗 文宇 你到底自己意识到没有 你这个样子 简直见得人头皮发麻 难怪容颜不会爱你 你根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 过去算我眼下 住口 不知是哪一句话刺激到了他 他顾忌重施将我推倒 双手死死固着我的脖子 明明是你说要一直对我好的 是你说要陪在我身边的 他看着我 声音是那么的绝望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不是最爱我吗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的爱了 他嘶吼着 声音里是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无助恐慌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 可他仍旧执拗地看着我 试图从我面上搜寻到从前的爱意 我被他掐的面颊充血发红 却只是冷笑着看他 对 就是这样 掐死我 别人吃我喜你吃枪子 最终 他在我要窒息前回过神来 猛然缩回手去 你再故意激怒我 你竟然真的宁愿死 也不想留在我身边 那一瞬间 他向来宽阔挺拔的身影 竟变得有些沟楼 看起来狼狈极了 他弯下腰大口咳嗽 转过头又开始神经质地自我安慰起来 不会的 你还是爱我的 阿峰 你只是生我气了 我会把你哄好的 他说着轻身上前用力将我抱住 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们之后好好过 不管其他人了 以后只有我们 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哭腔 泪住在我肩头阴尸 我用力推开他 反手对着他就是一巴掌 文玉 要杀药寡随你便 别说这些话恶行我 我冷声开口 文玉被打得侧过脸去 最后他沉默着起身 捡起掉落在一旁的外套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自嘲般笑了笑 许峰 你则怪我偏心容颜 可你又当真清白吗 谢书宇如今为了你和龙家决裂 柳如烟也一心都在你身上 你敢说自己和他们就真的没点什么 你说的对 原来他们对我这么好 那我更该放弃你选择他们了 我在他身后放声笑起来 文玉像是被我的笑声烫爆 整个人几乎是落荒而逃 等到第二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是容颜 按他的话来说 是文玉找他来向我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他穿着一身高顶西装 笑容平和 只是刚坐下便是一声叹息 小玉这样我也很苦恼 可他就是喜欢围在我身后转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没理他 目光盯着他颈尖的领带出神 可我这副诗魂落魄的模样 却取悦了容颜 他笑得越发爽朗 其实你不用这么失落 你看哪怕你名声这么臭了 书宇这次 依旧为了你向我求情 要我改口 他真是很重视你这个弟弟 他说着 动作优雅的朝我举杯 这次他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柳如烟 在他刚被接回柳家的时候 可是天天跟我们提他的哥哥呢 他想回去找他的哥哥 柳家不允许 于是我就告诉他 等他变得足够成熟了 再出现在他的哥哥面前 他的哥哥会更开心 后来啊 他终于又见到他的哥哥了 只是从那之后 他却再也不肯提他 究极原因 也不过是发现 从前在他眼里 最好最善良的哥哥 如今成了一个 下流拜金的臭脏丝罢了 容颜每说一句 笑容便深一分 他的眼睛一瞬不曾离开我的脸 迫不及待 要从上面欣赏到崩溃的表情 可他终究没能看见想要的 面对他的话 我只是笑着开口回答 是啊 柳如烟很好 如果他肯像谢淑宇一样 研发假产品 卖给你家公司就更好了 容颜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脸上的笑意尽数消失 搞垮荣家 为我证明 这就是我上次问谢淑宇 要的实际补偿 这几年来 荣家转型做尖端科技 几乎大半的家底 都投在了这次的科研新品上 可到了发布会当日 谢淑宇拿出来的研究成果 却是被淘汰了数十年的残词品 容家人实在很信任 谢淑宇这个未来主母 他这一下几乎是割到了 容家的经济大动脉 可纵然是这样 容少爷依旧舍不得报警 送女友进去 而是转头找到了我跳脚 我没耐心在听他废话 忽然举起桌上的水杯 朝他砸去 在容颜晃神的空挡 我走到他身边 一把拽过他的领带 将他的脖子绞住 大少爷 你现在可落到臭脚丝手里了 我在他耳边低语 许峰 你这样对我 文玉不会再原谅你的 到这个时候 他还算冷静 可当他逐渐因为窒息 翻起白眼剧烈挣扎的时候 就再也冷静不下来了 文玉带人赶来的时候 魔光第一时间落在我身上 视线相对的某一瞬间 我从他的面上看见了一丝 欣喜 欣喜什么 欣喜我终于坐实了罪名 当着他的面对白月光出手 还是欣喜他又可以回到过去 站在道德之高点上 对我发起制裁 指责我的过错和不适 他说 许峰 先前的一切都是你装的 你果然死心不改 我没看错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 面色阴沉的可怕 下一刻 我略微松了手 得以喘息的容少爷 声音打扎跟我商量 我可以帮你出去 我不信你 真的 你不过是想证明 自己在文玉心中的地位 我帮你 我们可以打个赌 他说着 生怕我不答应 哭丧着脸朝我挤出一个讨好的笑 我醋眉听着他低声在我耳边说的计划 到最后示然一笑 我点头松手放人 文玉在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将不断颤抖着的容颜一把拉走 准备送他去医院 临走时 他回头深深腻了我一眼 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 能想好怎么道歉 容颜对付文玉 果然有一套方法 送容颜从医院回来后 他就撤了文家所有对我的看管 甚至他不顾吴妈的劝阻 叫屋内的保镖将我赶了出去 小姐 求您了 您最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永远都不会 他说着冷笑一声 面上重新挂上那副圣圈在我的神情 仿佛他已经将我这个人看透 我也配合着耍赖 说我不愿意离开 越是这样 就越坐实了 我之前的折腾 不过是为了引起他的关注 文玉的面色越来越沉 容颜说的对 我对你还是太纵容 你确实需要一个教训 直到此时 我忍不住低下头轻声问他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究竟有没有一次真心信过我 他为言猝起眉头 似乎想到了过去 我为他做下的种种 那些发自真心关怀和爱意 终究比不过年少时 雨天散烟下亏来的惊鸿一眼 阿峰 欲亲故纵完多了 就没用了 他面上有不忍 可终究没再多说 只留下一句 让我好好反省一下 便关上门去 我转过身 看见了站在黑暗中的容颜 在睁开眼的时候 我和容颜同时被人绑在悬崖上 不远处 站着面色焦急的文玉 柳如烟和一群特警 放开他 我让你放开许峰 你听到没 我听见柳如烟声嘶力竭的喊声 他数次想要冲过来 又被人拦下 挟持我们的人完全不理他 只是将目光转向了文玉 高声说道 文总 你只能选一个 谁生谁死就在你一念之间 文玉文言瞬间沉了脸色 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 放了他们 我们不要钱 我们只要你闻大总裁 失去最爱的两个男人 歹徒戏谑的开口 这使得文玉的面色更沉 我看见他拾了个眼色 远处的狙击手已然就位 可下一秒 我身边的容颜忽然发出一声痛呼 他被歹徒按着 脑袋探出了悬崖边 容颜回过神来时 声音有些发颤 喊了他一声 小玉 他说 小玉 别管我 他额头上昨天被我砸伤的地方 还缠着纱布 此刻站在风中 如同一树随时会折肢的轻竹 文玉的目光在他额上的伤口 停留了一会 有些恍惚 老实一点 身后挟持他的男子 猛地扯了他一把 容颜亮枪着几步 看起来就要跌了下去 场内的人瞬间心都揪紧 文玉面上的杀气 几乎快要化为实质 而容颜则在侧过身朝我看来时 露出一个隐晦的笑容来 你又说了 他说 你不怕他们查出来 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吗 呵 文言 容颜吃笑一声 有容家在 他们查不出来的 这么多年都不是这样过来的 他说着 朝我挑了挑眉 笑容越发得意 身后被他过来的人 却将他往悬崖边拉扯得更深 文小姐 你要是下不定决心 我们就只能帮你做决定了 小玉容颜整个人几乎要掉下去了 痛苦地喊着文玉的名字 文玉的手紧捏成拳 对着歹徒们 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少废话 快点选 眼见着容颜马上就要掉下悬崖了 终于 文玉的手松了开来 目光痛苦地看向我 他问我 阿峰 这一次 也是你的谋划吗 不要钱 只让我选 你是想证明 谁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更重要对吧 他说着 颇为自嘲地笑了笑 我纵容你太多次了 这一次不能让你再错下去了 毫不意外地 文玉选择了容颜 那一瞬间 现场寂静下来 一直被人拦着的柳如烟冲过去 给了文玉一巴掌 而容颜则是朝我露出一个的圣者的微笑 再见 说完他转身离开 而一直桎梏着我的人也松了手 文玉见状 微不可查地松了一口气 许峰 别再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考验我了 随即 他的话卡在了喉中 因为我主动朝后退去 站在了悬崖边缘 只要再往后半步 我就会摔下去 溺亡于深海 阿峰 文玉颤声喊着我的名字 哥哥 你不要为了这种人寻死啊 被暗在地上的柳如烟哭得停不下来 他说 你回来 哥哥 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过 当初我错了 我不该因为极度逃避你 我不该把你让给这个贱人的 而我则是轻轻摇了摇头 平静地看向他们 文玉 这是第一百零一次了 什么 你第一百零一次选择了容颜 我是真心爱过你的 这期间但凡有一次 你选择坚定不移地相信我 我们都不会走到今天 我说着 看着他逐渐慌乱的神情 心中有隐晦的快意逐渐涌出 随即 我的目光转向容颜 我说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还留了个礼物给你们 我指了指胸口衣衫上的第二颗鸟扣 这里 装了真恐摄像头 你刚才的一切言行都被直播了出去 我想回家 可我不想被这骂名离开 这些年受过的委屈是真真切切的 我不想在死后都一直被人说是小偷 明明最初的时候 我对这个世界 对所有人 是怀揣着满心的善意而来的 容颜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慌乱 随即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定下神来 是了 连监控记录都可以伪造的容家 操纵技术封掉我的直播间 不过轻而易举 在容颜的想象中 我所谓的直播 怕是连一秒都没能成功 可他终究在我的笑容中 败下阵来 有些慌乱的读过旁边人的手机 网上已经是铺天盖地 关于他的议论了 容是太子戏多 附加公子哥霸凌 这样的词条不断冲上热搜 不少人拿出直播间的路评回放 当作证据 视频里 他承认这些年对我的诬陷 以及他那些挑衅的话语 全部一清二楚 眼见着一旁的文玉 也忍不住一脸疑惑地拿出了手机 容颜终于崩溃了 上前想要拍到他的手机 可终究晚了一步 文玉猛地抬起头 面色惨白 死死盯着我 假的 都是假的 容颜尖叫着指控着我 可随即想到了什么 环顾着四周 终于发现了 属于他的甜宠文女主角 并没有到场 他的目光投向我 我毫不吝啬地为他解惑 是他帮我 连摄像头都是他给我提供的 所以 你们下半辈子 就活在对彼此的怨队里 好好地互相折磨吧 我说着 身体后痒 在众目睽睽之下 坠下悬崖 不 身后的哭声剑起 不知道是来自文玉 还是来自柳如烟 可我已无心在管 溺入深海的瞬间 我的灵魂飘上半空 我看见文玉归在了原地 院上满是泪水 望着我坠崖的方向 生生呕出一口鲜血 柳如烟甩开束缚住他的人 也想朝悬崖下冲去 却在最后一秒 被柳家的人拦住 而在远方的市区里 谢书宇正沉默着操控着电脑 屏幕上是不断被他刷上去的 热搜刺条 他的手腕上 割开了一道烟红的口子 正鼓鼓流着鲜血 而他只是侧头盯着窗外 两久后 他轻轻和上演 欲掉轻柔的宁男 小峰 你一定很恨姐姐吧 没关系 姐姐替你报仇了 连自己都没放过 等之后再见面 哥哥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再之后 我看见了爸妈慈祥的面容 和朋友们关切的眼神 就在我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秒 我听见系统的电子音播放 检测到目标人物意愿强烈 希望宿主活下去 任务完成 奖励已经发放 在醒来时 我看见妈妈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奇迹发生了 小峰 医生说你的病在一夜之间全好了 我再也忍不住 扑进父母的怀中 同他们相拥而起 真好 我回家了 后继 又过了很久之后 我已经从医院回归到校园 在朋友和师长的陪伴下 重新开启了我的校园生活 某天 脑内又重新想起了系统的电子音 原来他是来做回访的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以灵魂的状态再度游览了书中那个世界 见证了从前那些人每个人的结局 文宇在亲眼见证我坠牙后 开始发了疯的报复荣燕 当年那些被掩藏的真相 有他一手查明 荣燕被他逼着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我道歉 可维宇并不放过荣家 他抱着同归于尽的气势 在商业上不停吞噬着荣家 荣家百年的根基 被他三年之内弄破产 荣燕在雨天跪在文家别墅外 也没能求得他心软 再之后他开始整日整日的酗酒颓丧 完全不在搭理公司事务 后来他被文家放弃 辞退了他总裁的身份 他一个人回到我们从前读书的地方 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我们的过去 某一天他开始咳血 可他并没有当回事 依旧整日喝酒 在最终喊我的名字 他已经未来晚期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小厨租屋里昏倒了三日 恍惚中他的灵魂看见我 也只是痴痴地笑 语调轻柔像怕把我吓跑一般 他说 你现在变得好不一样 你看起来很开心 真好 他说着 伸出手 想要抚摸我的脸颊 却被我侧过身子避开 文宇有些失落 唇边挂起苦笑 他说他也快要死了 很快就可以到我身边来赎罪了 可我笑了 死的只有你 文宇 我在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新生 从此之后都会生活在阳光下和关爱中 只有你会像一滩烂泥 永远的堕落腐烂 我们永远不会再交集在一起了 就算要死 我们下的也是不同的地狱 说完 我从他面前消失了 只留下崩溃在原地的他 之后是容焱和谢淑宇 谢淑宇当初割腕自杀 被家人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 之后他因为害了荣家的名声 被荣家针对 在文宇搞快荣家之前 谢淑宇成了荣氏和他们的大少爷 新的霸凌对象 从前折磨我的手段 被容焱千百倍的用给了谢淑宇 后来容氏倒闭了 容焱跑去了谢淑宇家 问他还愿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家 谢淑宇开门迎他进去 然后在某个夜里点燃了煤气 所有人都没能再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柳如烟一直憎恨自己当初的软弱 他活了半生 一直都在受人安排 这一次 他脱离了柳家 一个人去了偏远山区里之教 再没了音讯 在梦中见到我的时候 他很惊喜 他说 哥哥 现在的我也像从前的你一样 懂得帮助别人了 看见现在的我 你会不会感觉到欣慰 可我只是面无表情的摇摇头 柳如烟 你的事和我没关系 从你选择逃避 不敢让别人知道 那个从平民区考进贵族学校的男生 是养育了你七年的哥哥后 就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的故事在很早之前就结束了 之后我有自己的人生要去经历 他哭了 想伸手挽留我 可我已经先一步转身 那些灰暗的曾经 终究被我抛在身后 之后的时光 我要向前看 全文完